前面說向心力跟速度配合的剛剛好 就會繞成一個圓 那如果沒有配合好呢 如果向心力太大 那就把它拉向圓心 那我們重點是如果向心力不夠了 向心力不夠不足就會沿切線飛出 這裡我們不仔細的討論 因為向心力不足那是不是還是有一點點向心力啊 那會怎麼樣怎麼樣我們就不管 我們就直接講究叫做沿切線飛出 圖上面的顯示 它繞一個石頭在地石中繞圓圈圈 它的順時運動的方向永遠都是切線的方向 如果到右邊的時候突然向心力不見了 下面這張底畫就直接沿切線就飛出去了 沿線就飛出去了 所以如果向心力消失 那沿周運動物體就會沿切線飛出 就是所謂的慣性 因為它的順時速度的方向都是沿切線方向 所以沒有人把我拉回來 我就找鬼主的慣性就接線飛出了 這是因為慣性的關係 慣性的關係 OK 舉例 轉雨傘 你把雨傘轉很快的時候 水滴就會飛出去了 水滴就會飛出去了 因為摩擦力提供向心力 可是轉很快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摩擦力不夠 它就沿切線飛出 可以轉它就開始飛出去 像沙輪機也是一樣 它是照片顯示的 沙輪機你看它沿切線 那個火花沿切線出去 就是因為轉很快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如果它向心力不夠 它就火花沿順時速度 換心來飛出去 轉它就出去 OK 類似的東西就是學測考過這一題 學測考過這一題 它就說有個練球選手要轉圈圈 然後練球有個頭直的 有效的落點範圍 它問你要在哪一邊放手 才會落到那個有效範圍內 就是要沿切線飛出 它要沿切線飛出 練球轉圈圈 轉到旁邊點 手一放 衝 沿切線飛出去了 練球選手沿切線飛出 脫水機 這個脫水機現在做了很多不同種 這講的是比較古老的那一種 我們以前在脫水槽 後面有很多洞洞 然後就很快的旋轉 當它旋轉的時候 水滴跟衣服要做圓周運動 靠著摩擦 轉太快 摩擦沿切線飛出 所以轉一段轉一段轉一段 所以就跑掉了 達到脫水的目的 所以這種 跟剛剛那個 跟剛剛那個轉雨傘的情況是類似的 所以呢 脫水機 脫水機 就是OK 好 然後呢 轉比較水 他跟妳講說 為什麼要減速慢行 因為減速說要的向心力小 你比較可以轉得過去 你開太快 你要硬轉 可是你向心力不夠 那怎麼辦 就沿切線飛出 如果你在山路上開這麼快 又轉不過去 就沿切就直接 就衝下山來去了 就下去了 OK 沿切線飛出 這以前有發生過一個意外 旋轉發揹揹 你知道嗎 而柯柯源那種像他那種 安全帶沒有綁好 沒有弄好 然後轉轉轉轉轉 就會咻 甩出去 你的缺線 飛出 你缺線飛出 OK 對這樣子 OK這樣做 告訴你 所以轉彎要減速慢行 轉彎要減速慢行 這樣所需要向心力比較小 所以就問個問題 小問題 問問題 簡單問題 地球跟太陽間的引力 突然不見了 地球繞太陽做公轉火園行當圓宙運動需要向心力 我們剛剛講了向心力他直接的幻遊引力 他幻遊引力如果拔他箭了 他說拔他箭了 他會怎麼保啊 來 那個他又要他又要瞪我了 霹靂5號 會怎樣 嚴切線飛出很好 我們說向心力不足就 嚴切線飛出 嚴切線飛出 因為慣性的關係 所以消失了就嚴切線飛出 剛剛講過 學測考過一題練球就考這個 考這個 嚴切線飛出問一下他哪邊放手 嚴切線飛出 就是告訴過你 向心力不足的狀況 OK嗎 OK